甘肃省武威市,西夏市称为梁州。 在市中心的西夏博物馆内,有一间镇馆之宝,属于国家一级文物。 公元1804年,清朝著名金石学者张树无意中发现的石碑,打开了西夏神秘的大门。 北正反面分别刻有西夏文和汉文,详细记录了公元1093年,大梁太后重修梁州赶通塔的盛况。 西夏时期的甘州,是如今的甘肃省张叶市,还存有一座西夏小梁太后修建的大型寺庙,大佛寺。 寺庙规模宏大,古朴悠然,见证了河西走廊数千年的风雨。 虽然历经修缮,但是卧佛依然身躯为岸。 大佛寺宏大的气势,显示了佛教在党项人中间所受到的景仰。 佛教对西夏人来讲,它不完全是一个私人信仰的事,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大事。 对吧,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 这是一些出自西夏皇室的佛经序言和发愿文, 其中明确标有罗皇后,罗太后提及的就有六件。 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与佛教信仰的推动者, 罗太后大大加快了西夏后期佛教的发展速度, 拓宽了西夏大兴佛式的范围。 在中国历史上,皇家贵族妇女如此集中的重信和推广佛教并不多见。 对罗太后来说,如果达不到真正的政治领袖, 但是她愿意成为民众心中的一种神一样的精神领袖。 罗太后不仅刊印发放大量的佛经, 而且热衷于组织翻译经书。 《大藏经》是极为重要的佛教典籍。 汉文的《大藏经》最终结集大约六千余卷, 花费了近一千年的时间。 罗太后组织翻译了西夏文的全部《大藏经》。 最终译成的《大藏经》文共计八百二十部, 三千五百七十九卷。 五十多年就翻译出来了。 我觉得这个了不起, 这在中国的翻译史上和中国《大藏经》史上, 都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特例。 一千年后, 人们仍旧能够看到西夏留下的宗教遗产。 甘肃省的安息榆林窟, 至今保存着为数众多的西夏佛窟。 在一幅幅美妙的壁画中, 信徒们怀着虔诚之心, 创造着天堂一般的佛国景象。 一直到二十世纪末期, 专家们才意识到, 佛教在党项人中间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。 它的多元文化的混杂, 逐渐地让西夏人开始创造出一种新的佛教形式, 就是说他在创造一些新的一些佛教文本。 这些绘画, 诉说着供养人对于佛教无比虔诚的心愿。 西夏时期留下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唐卡。 唐卡是一种在丝绸上进行佛教绘画创作的艺术。 对佛教徒而言, 唐卡既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, 也是信仰在俗世的一种寄托。 对佛的前程, 只是罗太后留给后人的一种形象。 历史也记录下了这个女人显为人知的另一个背影。 公元1206年, 西夏发生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宫廷政变。 夏仁宗被唐兄李安全推翻, 李安全成为西夏的新皇帝。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 政殿的幕后操纵者除了李安全, 还有夏仁宗的母亲罗太后。 罗太后为什么与侄子联手, 废掉自己的儿子呢? 史料中没有丝毫记载。 学者们在罗太后主持翻印的佛经中,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 很多标有罗皇后, 罗太后提记的经书, 都是大唐的女皇武则天曾经组织勘印的。 《华严经》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。 他愿意透过佛教, 可以说是能够保障他自己继续的那种什么合法性。 我觉得这个也完全有可能。 在《华严经》里, 有很多类似女转男生的传说。 这些传说曾经为武则天登基为帝, 营造舆论。 罗太后重新刻印《华严经》等经书, 是否也暗示着她想效仿武则天, 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利呢? 我们是否可以推测, 在罗太后的内心一直深藏着一种渴望, 渴望像武则天一样超越性别, 创造历史呢? 他本身由武则天的前面为例, 他又受到唐朝记将近三百年的影响, 所以两者之间的关联, 他们之间很可能有密切的联系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